幸福的生活来自厨房的烟火 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很多朋友在炒花生米的时候 都是直接把花生米倒到锅里来炒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米不仅不脆 弄不好的话还容易炒糊 吃起来带有苦味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炒花生米的正确做法 炒好的花生米不仅口感酥脆 不容易炒糊 放置几个月都不会受炒发软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斤左右的花生米 花生米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红皮的 一种是白皮的花生米 咱们在炒花生米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红皮的 这种花生米炒出来会比较脆 首先花生米在挑去坏的那一部分以后 再倒入足量的清水 然后抓拌一会儿 让花生米充分的吸收水分 同时也是清洗掉表面的一些灰尘和脏东西 接下来咱们再准备一些白醋 往往中倒入半瓶盖左右 加入白醋可以让花生米吃起来不干不色 继续抓拌了一会儿之后 把花生米捞出沥干水分 然后再铺到篮子中 接着再准备一个吹风筒 用吹风筒把花生米给吹一吹 把花生米表面的水分给吹干 这样在下锅炒的时候就不会爆油 也不会那么容易脱皮 当然了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可以把花生米放到通风 或者有阳光的地方晒一晒 效果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咱们起锅 倒入一些食用油 先不要开火 直接把吹干的花生米先倒入锅中 然后再打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用锅铲不停地翻动 让花生米受热均匀 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在炒花生米的时候 一定要冷锅冷油倒入花生米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米才不容易被炒糊 如果是热锅热油下花生米炒的话 在炒的时候花生米的表皮就很容易被炒糊 但是里面却还是生的 当锅中的花生米被炒得噼里啪啦响的时候 再准备一些高度的白酒 直接往锅中倒入一勺左右的量 然后再把火关掉继续翻炒一会儿 加入高度白酒可以使花生米的水分快速地蒸发掉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米存放的时间会更久 而且不容易受炒 不会发软 吃起来还是特别的脆 直到把白酒炒干以后 出锅装盘 然后再撒用适量的食用盐 盐不能撒得太多 撒得太多的话 吃起来就会特别的咸 把盐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用这样的方法和步骤炒出来的花生米 口感特别的酥脆 不管是拿来下酒还是当成小零食 吃起来都非常的香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同时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还麻烦您动动发菜的小手 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